那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就关于这个海关在周五推出的9710跟9810的这个监管 可能有很多朋友对这两个数字其实完全懵了 以前听你讲过013910391210 我们也研究了很久到底这些东西是什么来的 然后现在就出了98109710这个又是什么东西 跨境B2B又是什么东西 海外舱又是什么东西 我们在这个9710跟9810这个事情上 其实海关有一个公开的这个内容去讲解了 我就不多说了 我更多的去跟大家去讲讲这个事情的来容去脉 以及它未来的一个变化 在我们第一节的内容里面 我们提到了这个9710 9810 它发布的时间是在上周五 就是在6月13号 6月12号的周五 13 14是周六周天 15号就是网交会 海关选择在这个时间发布这个9710 9810 是非常有含义的 因为它宣布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跨境B2B的进一步的进化 有人会问我 阿米你讲的这个跨境B2B进化 你之前讲了很多很多的概念了 那这个跟海关的监管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因为在整一个的海关监管的这个体系里面 它有几个编码是大家可能平常不会去看到 但是事实上 它其实不断的出现影响这个跨境出火电商的行业的变化 我们所说的政策会引导整个行业的发展 比如说9610 1210 1039 现在出现了9710 9810 那这几个监管编码 其实它对应的是不同的 我们应该叫清官的方式 对这清官方式 它的每一个数字 其实都不断的往上提它的这个规模跟交易额 那我特别是印象深刻记得是 我们曾经有一个做 独立站B2B交易平台的卖家 还有一个做供应链的卖家 全球分销的卖家 他们问过两个问题 他们两个都问过两个问题 第一 我现在一年做得十个亿了 但是我这个GMV是经不起考究的 为什么经不起考究呢 因为有很多的交易 它是没办法去完完整整的 把所有交易的凭证给拿出来去报关 因为跨境B2B它可能采购商 最终流出于它分销的人 它完全抓不到数据 它还抓不到这个交易的记录 那在这个事情上 它的整一个的交易额 它就没办法上报汇总到合法合规的记录里面去 他曾经问过很多次 我也帮他找了很多人 从财税这场面找到 从海关这场面 甚至我们是不是当时想过 是不是可以用1039 去市场采购的模式去做 但最后发现这条路还走不通 因为其实在中国现在有相当多的一个隐藏的人群 而且这个隐藏的人群会出现的越来越多 就是跨境B2B 大家想到的跨境B2B可能是一个大额的交易 相比跨境B2C的 这种在亚马逊一倍数卖通的来说 对它是一个大额的交易 类似像国际站 又没有 又像这个Amazon Business这样的一个模型 但它又相对独立 它是个独立战 它的交易其实是很多 更多是在撮合的事情上 而且它很多的交易在线下才完成 那这种是传统的跨境B2B 传统的外贸B2B 那跨境B2B的很重要一点 其实它是通过海外仓的方式 无论是它是从中国境内的保税仓 还是在海外的本地仓 那像最近的我们在不断的去 去开拓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全球财 全球销 这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其实这个货 其实是在境外的 我从境外买 要卖到境外去 这是一种跨境B2B 还有就是货是在中国的海外仓 甚至一个特殊监管仓 这个在之前就是一个 我们叫特殊监管的方式 那跨境B2B对于这9710 9810的出来以后 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很重要的点是什么 就是对于跨境B2B的这种交易模型 它进一步的确认了 它的合法合规的途径 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跨境出口电商行业来说 准确点说应该不能叫跨境出口电商 应该叫跨境贸易 那电商是被包含在贸易里面去的 那我更加愿意用跨境电商新商业来形容它 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贸易形态 它更多是一个这种通过零售的方式 是完成了中B小B的交易 那这些都是一些偏理论的分析 那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来说 这里面是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有个很重要的两个事情 第一对服务生态要求的升级 那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之前有一些服务商的朋友 比如说做海外仓的 比如说做人才的 比如说做技术架构的 比如说是做对应的税务的 大家现在很清楚的知道了 我在做这个税务规划也好 人才也好 组织也好 技术架构也好 海外仓的整个供应店分析好 我要去同时考虑 2B2C的需求 2C不用说了 大家非常熟悉了 亚美讯 EB数码通 这样等等等等 这个平台 包括独立站的 那我们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像 Avison Business这样的 针对机构采购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市场 每天就超过5000万的企业 在Avison Business上面采购 那你为什么不在那上面去 这个我们叫分率变更呢 因为有相当多的企业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几个重要的品牌 科教 这个医护 各户 对吧 医疗的这些东西 包括教育类的 包括办公类的 包括一些 应该叫 餐厨用的 因为餐厨用的东西 商务餐厨跟这个 消费家属 它很接近 但又它不一样的 它没有相当产品 是重叠的 而且 Avison Business 它其实利用好了 这个Avison Global Seller的 这个仓 一些分配东西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它还有很重要一点 就是dropshipping全球 一键代发 大家在之前我们的内容里面 也知道了 其实dropshipping 对于中国卖家 对中国的这个 朋友来说 其实是很陌生 因为我们太靠近供应了 对这个一键代发 其实没有太强的这种感觉 但事实上 dropshipping 一键代发 在中国国内店上 是非常发达 非常成熟的 比如说你们做的这个 微商 比如我们做的这个 代购 比如说你们做的这个 进口母音产品 等等等等 它其实都是dropshipping 做出来 强项是什么呢 强项就是 无论你是微商 还是小红书 还是抖音 还是快手 你做的是做内容 做流量 把这个商品 导流进来 去进行一个卖货 然后供应商 他去帮你完成 整一个供应链发货 大家还记得 老罗在头两次的 两三次的直播里面 经常出现这种翻车事件 翻车事件 就很重要一点 就是它的dropshipping 它的一键代方 和供应链 出现了相应的 很多时候 这种不可控的问题 而这个呢 就是很典型的 在中国本土的 dropshipping的方式 好 我们现在把这场景 反一个方向 我们看到了海外去 像他 比如说我们放在欧洲 欧洲那么多 不同的语言的国家 各有各小的市场 不同的消费者 对于这个营销内容 有不同的爱好 我们放到了中欧 放到南欧 放到了中亚 放到了这个地中海 放到了北非 放到了南美 甚至你放到一个韩国 它都会有不同的这东西 所以在整一个的 内容营销上面 本地消费者 他一定会青睐 内容营销 更适应他们的这个东西 而这个事情上 在中国整一个产业链里面 dropshipping其实在 占据了我们整体出口的额度 是相当的高的 最不完全统计是应该是超过30%的GNV 这个dropshipping 它一方面是通过独立债 另外一方面是它通过平台 它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卖的 而跨境B2B 它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当我的商品 通过海外仓 或者是到海外备货 我完成了这么一个交易 然后再toB2C以后 我的这个交易怎么去完成它 进一步的去 让它合规 因为这种跨境B2B 它资金回流 它必须要讲明白 讲清楚 而海关的这种监管模式 其实对于这种 基于跨境B2B2C的 这种一键代发 它是把整一个交易的链路 是可以说得清楚了 所以起码你在海关监管上面 是说得清楚了 接下来其实就是在收费上面的一个突破 那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的支付公司 其实它是有这样的东西 这个跨境B2B的一些习业务 那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说到独立站 独立站的话 像大家现在看到的Shopify 还有现在华南非常火烈的 刚刚被YY所收购的这个Shopline 还有一些其他的 大大小小的这种杀死的工具 那其实这个 就是为什么最近这种Shopify也好 Shopline也好 特别特别会被人追捧呢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 中国的供应链 还有很重要一点是 中国的物流供应链 现在能更好的更快的解决 这种一键待发在全球的一个交付 那不仅仅是中国发到海外去 从海外本地商发到海外本地去 那其实这个跨境B2B 这个97109810 它其实释放一个最强烈的信号 就是跨境B2B的这个业态 它需要我们整一个服务生态的一个提升 比如说你是个物流服务商 你考虑的不仅仅是亚马逊 FBA投诚 也不是中转进场 也不是说这个单纯的一键待发 你要考虑到的是这个地方 要满足你的客户 我说的是更多大型的这种产品卖家 这个垂直品类的卖家 他进场以后 他同时要做2B 2C 一键待发 分销 甚至他自己的 自营的线下的分销 甚至他一些退换货 所以对于这个服务商来说 他们的这个要求是更高的 那当然水涨船高 服务要求的高 就意味着你整体的这个增值的部分会更多 那对于收入来说也是好事的 那收入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点 就是因为你的客户 卖家所能覆盖的人群更多 他所获到的这个利益 他所获取到的价值也更多 而这个就是跨境B2B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它所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 我们很多做跨境B2C的朋友 所陌生的这么一个业谈 那关于跨境B2B呢 我们有专门的专题 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 3w.armichael.com 去看更多的内容 对 那这个是我们第二个话题 Stay